考取以及證照对于计职学校的学生相当不简单 南投高商鼓励学生培养带着走的能力 积极辅导学生在毕业前考取电脑软体应用 和会计资讯以及證照 今年共有37位学生通过检订 刷新历年记录 校方公开表扬 学生也为自己的学习历程档案加了不少分数 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 学生必须具备资讯网络等相关能力 因应潮流的变化 以技职教育为主軸的南投高商 鼓励学生考取相关以及證照 今年三年级的学生共有37人通过检订 16%的合格率相当不容易 很感谢老师可以教我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在最前面的资料库软体上面 我并没有很熟练 甚至说我是一窍不同 那经过老师的讲解跟练习 然后过程还有一些同学能够协助我这样子 然后最终考取到这个一集的证照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然后因为这次我们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 跟练习的次数就比较紧凑 所以但是这也考验着我们自己对时间的规划 然后很开心这次可以成功的考取到一集会计 一年级就会有丙级软体应用征照或是会计征照 二年级会有TQC的征照或是门市服务 三年级呢像今年我们就会帮他们加强在 以及软体应用的证照的考照上面 南投高商赞不赞 赞 南投高商今年在机职教育上成绩相当突出 学生除了获得全国商业类学生技艺竞赛 会计资讯金手奖以及商业警报优胜 这次的一集技能检定也刷新历年记录 这些亮眼的成绩对于学生未来升学也有加分的作用 成功获得了乙级证照让我在资讯的方面上提升了许多 也在升学的路上堵了一个既有真神的管道 这需要经验的积累 如果经验不足的话可能会没有通过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然后这次能通过的人一定都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 考取这个乙级证照需要孩子对会计有深厚的兴趣 每年都有一群孩子喜欢会计 然后希望考取会计的最高证照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练习还有准备上课时间也比较紧凑 但是这样也在验证学生的时间规划 学生非常认真不负众望 今年也有多为学生考取这张乙级证照 我们学校我们强调三个 一个是资讯的检订 第二个英文的检订 第三个就是我们会计能力的检订 我们甚至商业能力的检订 这些都是我们也希望 藉由我们的检订能够精进它的技能 以机制教育作为学校发展策略主轴 以商业为基础 整合资讯和外语等应用 培养学生带得走的能力 在学校的坚持以及学生的配合下 相信能为学生开启一条更亮丽的抗壮大道 记者张东仁 南投市采访 赞养学生带 Ho Chi mood 浅鲜改 romance 中文字ıkt